今天我们四个单元都跟大家谈的是汽车保险 我们请到的是华兴保险汽车房屋保险部门的负责人罗百瑞 那么华兴保险因为在我们南加州有八个分公司 所以其实在我们很多华人喜欢华人居住的地方 都有他们的工作人员 因为有上百个工作人员来服务大家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像我们屏幕上待会大家看到的电话 626的333 1111这电话是24小时的电话 至少有录音对吗 我们的确我们职员不是24小时 但是你随时打电话进来万一真的是有紧急的事情的话 那你按真的是真的是紧急的状况的话 你按我们录音里面有按个号码的话 会再转接到一个一个紧急的电话 对那我们一般的业务的话 我们各个不同的办公室有不同的时间 但一般来说是到七点钟 那我们像我们San Gabriel还有某些branch的话是六天七天营业的 所以就是为了服务我们我们的客户 我们有这些location的话 因为我们的客人华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多 那当然找我们华星保险 我们这个保险经纪就是在做个服务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方便我们客人的 今天如果说周末换车买车 或者今天要家人捡人我们随时都可以在这边帮忙了 对对对就是你们的口号了 对您的关心永不打烊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作的预防的工作都做得好的话 其实不像说健康方面有这么多紧急的事情 你需要找到自己的这个汽车的保险经纪对吗 好那我们还有说很多朋友像我们买了车子 当然刚才说车子的车型跟车价影响保险 这个影响价格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开车 我们在买的是加州的 我们买汽车保险那我们开车去外面旅行啊长途啊 或者说外州的人开到加州来 万一不小心出了一些什么意外的话 这种保险怎么处理啊 其实你今天是住在哪一州 你是哪一州的居民的话 你大部分的时间你的居家地是在哪里的话 你就是应该买那一州 你当然也应该是拿那一州的驾驶执照 你的行车执照 你的车子应该也是登记在那一州 那当然你就是买那一州的保险 那像我的车子现在是在加州 但如果说我今天想开到纽约去 我想开到佛罗里的啊 或者今天只是去Nevada 我们的加州的汽车保险在美国的境地 哪一州你开到那边的话 你加州保险都会提供你这个保障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每一州都是有自己的保险的规矩 我们加州刚刚讲的说 最基本的责任性要求是一万五三万五千 可是许多外州的这个要求不只是这么少 有些公司有些州是要求你一定要买到两万五的这个保额 那当然如果说你买到加州是最基本的保额 你开到外州去 你的保额不足于那一州 可是在那一州发生事情 你加州的保险它自动会延伸到那个额度 到最基本的 那这也是在一些大公司对吗 太小的local公司就比较大 其实一般的保险公司都会 大多数的公司你今天开到外州都会有这个保障 当然如果说你是搬到外州去 如果说你现在是打算要搬到亚洲那去 那你如果说开车过去 我当然还是建议你先留住加州的保险开到那边 等你那边安稳下来了 执照也换了 房子也都settle down了 那当然你也要去找一下保险换到那一州的保险公司去 那同样的如果说搬到加州来了 找工作定居的话 那同样也是定下来以后要买我们 在我们加州就是重新买一个保险吗 对当然当然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要求 说你在你在哪一州住 你在哪一州居住 你需要买那一州的保险 当然像我们这边也有许多的华人 是从外州搬到移民过来到加州来 那我们一般的保险公司都还是可以接受外州的执照 你外州在美国50州的这些经验 你还没换到加州之后 我们先可以掉外州的执照的驾驶记录 这个还是逃不掉的 这个驾驶记录还是会跟着 那会依照你外州的驾驶记录来帮你估算保费 那可是许多的保险公司会要求你在一年之内 如果说你还是要居住在加州 你要换成加州的这个驾驶执照 当然也有特别的保险公司 不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那就是看你个别的情况 我们来帮你选择了 谢谢 有任何这个汽车保险上的要求的话 欢迎联络华新保险 我是朱磊 谢谢收看 再会